在成都的一个老远落的车库里,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工作室,里面有数十只乒乓球拍,还有几摞方方阵阵的底板,钻孔机,打磨机,从选料到切割底板再到打孔粘贴,制作一只乒乓球拍共需要上百道工序,耗时数日。 正在制作球拍的人名叫吴伟,穿大机械电子专业毕业,曾在两家大型国企担任公司高管,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。 2015年,事业蒸蒸日上的吴伟为寻找一只顺手的球拍,来到了已有80多岁的曹丽熙创立的乒乓球拍工作室。 当时吴伟就被曹丽熙的技术所吸引,并爱上了制作乒乓球拍。 2017年,吴伟彻底从国企辞职,自己开了工作室,专心跟着曹丽熙开始制作乒乓球拍。 我当时技术也不太行,他说这个你还不能用我的专的底板,但是我要送你一只底板,送你一只,他说这只底板也不贵,一百多块钱一只,手工做的一只纯木底板。 他说但是这只底板你放心,不会比你那只差,后来我都拿回去一打,结果确实很好打, 所以也计划了我当时心里面的一个兴趣。 曹丽熙自制乒乓球拍已有60多年,共发明了梅花装式底板,以及泵床式竹纤维底板两项国家技术专利。 吴伟因为有着机械电子专业的背景,使他更能全面地领会曹丽熙的专利技术,并在不断地制作过程中总结经验,研发出数项专用工具以及新技术。 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不断地地完善我们的一个维修工具,第二个提升我们的维修技术水平,工艺水平。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地创新了,比如说压力机,我们自己设计打磨工具以及切割工具。 那么从技艺水平上我们也在不断地完善,包括我们创新了这个断饼的维修方法,叫嵌入式分层,断饼在制的这种方法。 目前,吴伟的工作室在业界已经小有名气,除国内各省的订单需求外,还有来自美国、新加坡等地的客户,也会通过淘宝网店、微商等方式来定制球拍。 但吴伟告诉记者,维修球拍也是他们的核心工作,虽然收益不高,但维修更多的球拍才能为研制新的球拍底板提供数据支持。 维修是基础,是前提,所以我们在维修了大量的底板里面,我们每修一只底板我们都有它的数据,大数据,那么把所有的底板的大数据采集在一起,我们都会融会贯通,都会知道哪种底板好打,哪种结构好打,怎么样的大拍材质, 这种都可以不停地去创新。 在2019年4月28日,刚刚闭幕的匈牙利2019世界乒乓球锦标赛,国拼包揽单向五冠,而成都也成功获得了2022年第56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的主办权, 这让吴伟及很多成都乒乓球爱好者,着实兴奋了很多天。 中国的乒乓球技术世界第一,但是中高端底板基本上被国外的几大品牌为主,我想经过我们的努力,我们的底板性能会越来越好,也可以和国外的底板比美。 5 7 7 7 mejor